HELLO 大家 現在是英國的下午1點左右 那今天要帶大家一起去Morrison's 那Morrison's是什麼呢? Morrison's是英國的一個大型的超市 其實在英國有很多不同的超市你可以去逛 然後價錢都不會太貴 不過逛了以後才發現 其實Morrison's是最便宜的一間 那等一下呢 因為剛好這一週要去買菜 所以就邊逛邊帶大家認識一下 Morrison's超市裡面有什麼東西 然後等一下還會邀請我的另外一個 在這邊認識的台灣同學 一起跟大家聊聊他平常會買什麼 看一下今天的天氣 今天其實天空還算不太陰 所以其實如果走路到Morrison的話 大概從我家出發要20分鐘左右 所以就可以邊走路順便散步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去見我的台灣朋友囉 Let's go 嘿! Phoebe 傳到車場 妳是誰? 我是Phoebe 嗨 我們現在呢 在哪裡? 我們在Lite 廢話喔 你在Lite Phoebe 我們已經快走到市中心的地方 對 現在那個 Phoebe 嗨 妳喜歡李直嗎 我 不是很喜歡 幹嘛這樣 為什麼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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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年在愛丁堡 愛丁堡真的很美 英國最值得去的地方 可惡 這段是要來宣傳的 是不是 怎麼可以這樣 其實李直也是很棒 我覺得李直最棒的地方 就是它物價真的很便宜 跟英國其他地方平衡 所以比愛丁堡還要便宜 對 就像吃一頓飯 大概就是低於10磅 在這邊就可以 那愛丁堡有多少 愛丁堡就是10磅起 10磅起跳 尤其是 就是中餐的時候 大概就是10磅左右 然後 像Lite 在晚餐吃 都大概6、7磅就可以解決 嗯 對 好好 妳都吃什麼啊 我吃不到6、7磅的東西 除非在學生餐廳 我覺得 因為我很喜歡吃泰式 泰式吃到6、7磅 但是大概 真的假的 其實也沒有啦 大概7、8磅 但我想說怎麼可能 可是也是低於10磅 我覺得很棒 要介紹一下超貨 李芝市政廳 超美 我們已經到 Morrisons的外圍 這裡呢 你還可以看到 曾經有限公司 小亞超 然後 還有Sansbury 也是 李芝的 不是李芝 是英國的 超市 你會去到Sansbury嗎 我 平常就是不太會 因為 因為其實只要去逛過 Morrisons 或是Odi 那種大超市 就會覺得Sansbury Tesco 那些很貴 真的 你有看過 英國的一棒嗎 我 我沒有 快告訴我長怎樣 超小 它是12邊形吧 12345678 我沒發現 八海九邊形 反正 因為它其實是改版過的 然後 它的後面就是 這四個 代表的是 英國的四個地區 蘇格蘭、英格蘭、威爾斯跟 北愛爾蘭 天啊我今天帶了一個 小字典出門 對然後 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 Tesco 是蘇格蘭的 祭花 就是他們的 算是國花 然後 英格蘭是玫瑰 嗯 然後 這兩個就是很尷尬的是 我忘記哪一個 是哪一個 但是其中一個 佐江草 就是 威爾斯或北愛爾蘭 其中一個 然後大蔥就是另外一個 喔 好酷喔 感謝VV Yay 然後一樣 跟家樂福一樣 台灣是10塊對不對 對 這邊是40 一樣 進去 Morrisons也可以買到華人的食物喔 而且沒有很貴 可是最喜歡的泡菜水餃賣完了 旁邊還有鮮蝦 但是就是貴了很多 帶大家來 Morrisons的 World Foods Section Far East Far Far East 這邊有超級多泡麵 還有拉麵 而且不會 留學生 哪一個 留學生的最愛 老乾嗎 欸台灣有嗎 台灣 其實我不知道 可是 就是自從我去年在阿姨家吃過 然後 我朋友 就是我英國的朋友 一直認為這是留學生必備 真的假的 太次見證英國多不健康 就是這種蛋糕太便宜了 對 真的 你知道這是英國飯蛋糕 有一個政策 1.50 有一個政策 就是說他們要把那個糖 欸台灣也有Ben & Jerry's 對不對 台灣有嗎 好像是沒有 就是在吃冰淇淋 這真的 Ben & Jerry's全世界最好吃 優格專區 希望台灣也可以有這麼多不同的優格 台灣的優格太少了 優格 我最喜歡買的優格是 希臘 來的優格 這超濃 超級 那個很酸不是嗎 這超好吃 而且你可以就是 把它加在那個 把它加在那個 做Smoothie 就是加美果之類的東西 下地方看過這個 這超好吃 這超好吃 台灣朋友來也超愛買 而且這是甜 就是甜的 冰的 好吃的 不過一開始聽到Rice Pudding 都會覺得很奇怪 很奇怪 因為你會覺得為什麼米會變甜的 欸可是 我的外國朋友都不喜歡 你說哪一國 就是 就是我歐洲的朋友 義大利的鞋子 他們都不喜歡 他們都不喜歡 這真的超好吃 而且這成品也 你看 八個才四棒 欸不對是這個啦 其實八個聽起來好像沒有 四 四個才三棒 四個三棒 一個不到一棒 台灣就 台灣的優格 隨便賣就已經五十了吧 也是 台灣的就是 最相關的東西都不順 這優格櫃超狂 超多 當然還有一些布丁之類的東西 這都小朋友吃了吧 這些我都從來沒有碰過 這邊呢 牛奶 超級便宜 全脂的牛奶 小罐的 六十便室 大罐的 一磅吧 大罐的多少 八十喔 現在不買漲價了 不是這個 八十耶 這個只要八十喔 這個是八十 然後這個長賤 然後這個長賤 真的喔 它以前是一磅 就十品尾要緊張 等一下 這個是1.10 對 就是 這個是一磅 對 可是只要去那種 路邊的convenient store 一樣是一磅 這種 這個是八十 八十的是 然後這個是我的 然後小的是五十 我都滿小的 因為這裡呢 酒區 滿滿滿滿滿 超多的酒 白酒 你平常會來這裡買酒嗎 我不會喝酒啊 對 phibi是不喝酒的 這個我搞笑的 我都喝可樂 她沒有說錯 我可以保證 真的 我不喝酒 這裡 酒 這好Q喔 你說最上面那個嗎 那超好喝耶 Takira 真的 天啊 我就是喝那個 對 未成年請不飲酒 欸你看這好可愛 你看這個 超美的酒 看這好可樂 看看這好感覺 走吧 我收到 剛才英國呢 闖棚 是很正常的事 现在虽然大家都会闯过去 第一天登来的时候非常的不习惯 因为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在闯床呗 但其实虽然大家都这么做 有时候还是很危险 所以还是要小心 刚好收到了从台湾寄来的明信片 超棒的 是我朋友 德国的朋友在台湾旅行的时候寄过来的 终于飞过来 感谢你Nora If you are watching this 所以今天到Morrison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收据在这里 总共呢 买了11样商品 花了16.92磅 在这里 所以大概是台币16 17乘以4 大概是700块左右 那再给大家看一次我买了什么东西 牛奶 牛奶呢 小瓶的 这瓶是80便室 所以大概是台币的不到40块 非常便宜 然后非常好吃的 希腊优格 然后还有 Fleck Almond 这个 跟这个呢 是之后一样要做Carrot Cake的时候一起要用的 台币加起来好像5到100块的样子 然后其他的比较大的东西是 Frozen Veggies 这个的话40块 然后还有 回来的路上 融化掉的冷冻 莓果 这个呢 是要用来打成Smoothie 非常方便 而且 因为它已经帮你调好所有需要的材料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这个内容很单一 这个的话大概是台币八九十块 然后 还有 一样是冷冻食品 冷冻食品就是留学生省钱最好的法宝 这个是 鱼 就是不知道是哪一种鱼 不过它 就是鱼排水里面也没有刺 可以直接丢到水里面 跟味噌一起煮 味噌汤 也非常的方便 这个也才台币40块左右 非常划算 再来 是 已经熟做好的棒棒腿 非常方便 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再调味 你只要加热就可以 非常简单 而且它的价钱是244lb 所以其实如果你买两个是很划算的 那因为刚好冰箱里还有其他还没吃完的 所以就直接买了一个 一个的话是2.50 2.50磅 所以大约就是60几块台币 这么多个 然后最让我最让我期待的就是 这一个 我跟Phoebe一起新发现的东西 它叫做Oreal Ice Cream Sandwich 所以 其实它就是假型冰淇淋的假型饼干 那到时候 如果有事的话 再跟大家说是什么味道 非常的 非常的 期待 那它的话 它的价钱是 一样是2磅多 所以也是一样不到台币的100块钱 结来说 在Morrisons通常我一个礼拜会去一次 然后一次买下来的价钱差不多就是 1000到1500左右 所以其实一个月就会落在4000到6000 其实已经相对于外池来说 非常非常省钱了 所以 真的推荐大家如果来英国 读书或是来旅游 也都可以其实去Morrisons 买东西自己回去煮 这样的话 就会让你省下不少的旅费还有生活费 那 下一次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还想知道 就是关于这边的消费的一些问题的话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 期待下一次跟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